从现世间无不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逸 情和意不忍舍弃 九云公布与空涌变幻器 春时渴望消耀手我路 他会起誓的坚固 要祝我梦境明天震怒 代价太高 修行岸刀上 无奈各配赴了哪不见立场 尽了千倍了恩义 几时难以绝对未退让 从现世间无不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逸 情和意不忍舍弃 红颜旧梦化不准 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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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劍心通明 也感染不了 到底誰贏, 誰輸 這些都是天意 幫主 幫主, 你怎麼樣? 李宗盛 李宗盛 是不是贏了? 幫主 幫主, 你覺得怎麼樣? 李宗盛 我覺得很痛快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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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請坐 浪大學不必拘禮 不如先和鳥相思吧 是, 生死有命 難道大家擔心浪某 會死在各位面前嗎 聽到人聲鼎吠 就知道浪大學回來了 谷姑娘 今天一戰 浪大學一定長快臨來 我在內廳準備了美酒 希望為大家座慶 好 各位, 這位就是雙修府 谷之先谷姑娘 小女士拜見各位英雄豪傑 谷姑娘有禮 谷姑娘所養的美酒 就是我療傷的最佳姓人 各位, 一起 請 各位, 今天朗某有福所託 未能戰勝榜斑 不過經此一役 龐某也身受重傷 朗大學請放心 雖然朗大學出戰旁辦未能取成 但是他們已經大大受罪了 相信消滅摩斯谷的日子只日可待 有各位坐鎮中原 朗某從未驚訝 各位, 請 得民心者得天下 想當年蒙古達子以雷亭萬鈞之勢 佔了漢人的河山 但是立國不足一百年 就要敗走蒙北 原因很簡單 就是他們不得民心 師太太的教父 朕一定會好好記取 但是朕認為對子民百姓 固然是要講求人愛 但是對那些事事事機作聯的大敵 就一定要痛下殺手 當年師太一念之仁 放過了龐班 今天想必悔不當磋 如今龐班練成了杜森中魔 不過連浪翻雲 也要緊緊跟他打個平手 你的心腹謊一日未脫 你叫朕不能去安寢 旁班浪子野心 一直圖謀顛覆朝廷 的確是不得不脫 如今他身符重傷 摩斯公的士氣受錯 師太太何不率領政道八派 盛盛罪擊你 將你這群無古魚 徹底剷除 殺一人足以定天下 憑你自當盡力囚惑 師太果然是拱衛 朕大鳴江山的第一人 師父, 徒兒有些事不太明白 是甚麼事? 為甚麼你這麼支持 當今皇上呢? 你是想跟遺師說 皇上多行不義 是一個不值得效命的天子 對付摩斯公是我們正道武林 需要做的事 這件事是沒有錯的 但自從夢瑤來到京城之後 發覺皇上做自己的手法 我絕對不認同 就好像他委壞 忽必利鞋骨的事 絕對不是人者所為 當今皇上 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者 但是... 當年漢人被蒙古人壓迫欺凌 文變四氣 為一個強者 才可以結束四分五裂的局面 夠黎民於府海 所以遺師銅鑼大俠 當年就義無反顧地扶持他 那說個公道的話 皇上自理天下這麼多年 百姓的生活的確改善了很多 只不過他實在 有令人非議的地方 人無緣人 慢慢你就會知道 是非情理有時是糾纏不清的 不是每一件事都敵我分明 面對的這種情形 唯一從義理出發 對事不對人 那自己就不會被愛恨所阻入 夢瑤明白 看來夢瑤 還有很多事要向師父學習 這次你跟朗番雲一戰 固有損傷 到底誰略勝一籌 就算是在戰至死 我相信也很難分勝負 我以為練成杜森中魔 就可以足以清白無能 真是想不到強中自有強中手 看來你跟黃昏雲 也很欣賞對方 一個練武之人 最難得的就是 找到一個奇古相當的對手 你們兩個相得不輕 看來需要一段時間慢慢聯想 這次中原百派齊襲洞亭湖 而朱元璋亦未伏觀戰 看來即使經過浩天塔一役 他們並未對宗主有絲毫放鬆 屬下擔心朱元璋這個九皇帝 趁著這個時候成勝追擊 大舉功打摩斯公 如果他真的這麼想 就正宗一下吧 摩斯公也是時候 在武林上消失 好, 就等我再做機會 令武林正道亂同朝廷高手 一舉千滅莫斯公 小子, 這裡一街都是女人 師父見你都長大成人了 教你怎麼看女孩子 好 剛才走過這個, 看來看 是屯大腿粗 這些儲了回去, 擔貪抬抬抬 不用你流暢 那請工人可以了 工人可以替你山仔 來…現在玩過這個… 面圓嘴尖, 看起來很軟 但其實很嚴峻 那豈不是大小姐? 是 有點像… 這個呢, 是男女裝的 這個? 是… 什麼…那個雲青姑娘呢? 又是她? 賣來看, 賣來選 兩位大爺, 最近來了很多新書 還沒選擇 你忘了去張冠嗎? 孔雀打死我了, 車前輩又來了 不看了 小兄弟 買來看看, 看完你就想買 很精彩 那些人走過來看的都是你來的 你不明白 這次這本的畫工 你上次的本來真的很脾氣 是嗎? 你買的, 我算便宜一點給你 我買, 你給錢 我給錢?無賴得你 謝謝… 師父, 你別在這裡走過來看 這人看著你了 男人的層次都有很多層 我和你不一樣 我欣賞的是這本畫的畫工 不是我, 是車前輩 雲青姑娘 韓柏和范大俠 這麼多人在這裡碰到她 真是有緣 她正在走過來 所以看見你這本畫 你又不方不願了 收起來了 秦姑娘 這麼巧 秦姑娘, 雲青姑娘 貧道雲青師父 雲青師父, 你好, 很久沒見 上次本門的弟子被摩斯擾人圍困 行登這位小兄弟的傷助 雲青沒有機會道謝 什麼話?其實救你的那個是… 秦姑娘 怎麼這麼巧和雲青師父一起逛街 我們此行身負重任 秦姑娘, 做正經事要緊 兩位師父 我們走一整天沒吃過東西 不如用個午飯再再茶探吧 對了, 不經不覺已經到中午時睡了 相請不如偶遇 不如請范大俠和韓柏 是呀, 就在一起吧 雲青姑…不, 雲青師父, 不介意吧 不介意 請 那走吧… 走吧… 范大哥那次把貪官手掛回來的 文枝文膏偷了 變賣之後就分給全村的百姓 可謂劫富濟貧, 合骨人心 是呀… 区区小事而已, 秦姑娘太客氣了 其實我們身為練武之人 劫富濟貧, 坐牆扶藥 是我們應該做的 我這個小師父真是很難得的 平時就最喜歡做善事 不過這樣他又不喜歡名利 所以就用神秘的身份去幫人 就算對著自己喜歡的姑娘也… 都說了這麼久了, 先喝一口茶吧 范兄老德行俠仗義 固然是值得清道 多謝雲青姑娘讚賞 所謂莫以善小而不為 莫以惡小而為之 一個人雖然做了好事 但是如果平時放縱率性, 悔仁悔道 這個人就算做了多少好事 都難以稱得上為君子 悔仁悔道? 其實當日那件事… 其實那件事你真誤會了師父仔 那個妖野的姑娘是花姑娘 那時候我們一起去妓院 師父就連裝在房裡… 韓兄弟是雲青的救命恩人 我相信你還有一份合意之心 我希望韓兄弟珍惜羽毛 不要再流連煙花之地 更加要謹慎交友 不要禁禁這刻 徐姑娘, 我實在沒甚麼胃口 我先行到街上留帶一下 好嗎? 嗯… 你這個玉不灰 任賊 這次我幫不了你 是 所謂清姐自清 雲青姑娘很快就會明白你了 其實雲青姑娘又不是第一次誤會你 所謂一件污, 兩件威 是, 有什麼所謂, 不要不開心 這次糟了 一個這麼喜歡說話的人 一顆聲都不出 怎麼辦?會不會為情自盡? 不會的 我師父仔不像那樣沒大志人 小小挫折, 打擊不了范娘 我現在開始發覺 我以前的做法有一點錯誤 從現在開始, 我要化被動為主動 令雲青姑娘對我這顆多情種子改觀 那怎麼化被動為主動 我有辦法 你找一塊布蒙著臉 然後當著他的臉脫掉 那豈不是知道原來一直來的蒙面大俠 是你了 不得我, 太膚淺了 蒙面大俠, 揭開他的臉紗 露出本來臉目的一刻 是既溫柔, 帶有天地動容的一刻 要營造這個氣氛 可以多給一點心思 小徒弟, 能不能博得雲青姑娘的芳心 靠你們兩位吧 我們? 真奇怪, 浪大俠和旁班大戰之後 摩斯公的人在江湖上 好像消聲匿跡一樣 浩天塔一役之後 他們本來已經元氣大傷 經過這次大戰 相信旁班也身受重傷 他們的氣氧消減也是理數當然的 如果是這樣, 當然好了 我怕他們暗中潛藏, 另有所逃 秦姑娘真是心思細物 事關重大, 夢瑤不敢輕述 雲青總是很不明白 秦姑娘做大事如此細心 但是在交朋友方面 就似乎較為操心 秦姑娘到底都是名門正派的弟子 經常跟三鑑九樓的人在一起 恐怕會毀你的聲譽 范大哥也跟我解釋過 上次的事真是誤會來的 誤會也好, 事實也好 我不想再提這個人的事 真是摩斯公的人 我跟這邊, 我追那個 摩斯妖人 懂得取的就速手授琴 風大哥 幸好你沒有出手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為什麼你會裝成這樣 那你就應該問一下范大哥 霸音 霸燃 霸燭 霸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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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有路你不走 天露夢你闖進來, 你等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天露夢你闖進來, 你等我 等我來對付他 這個... 姑娘, 你沒事吧? 窮靠莫醉 看來這個 只不過是武功平凡的無名小輩 英雄言之有理, 多謝英雄相交 請起 練武之人,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是我們應該做的 但是英雄一次又一次相救 雲青實在感激不盡, 無意為報 我... 看看 你沒事吧? 你經常被我打仗 不得了, 你沒事吧 你怎麼樣? 怎麼樣?吃宵夜好不好? 也好 我幫你倒震, 放吧 那我繼續放吧 好漂亮 今晚我們能夠 而見如此美景 我們兩個 都可算是有緣人 英雄多番相救 你我早已結下緣分 雖然英雄不變露面 但是雲青也想知道 你高勝大名 極目遠望, 良人在眼前 極目遠望, 良人在眼前 雲青姑娘, 你冰雪聰明 你早晚會明白我的意思 保重, 有緣再見 你怎麼走了? 剛才整天都營火蟲 怎麼事? 情緣 我看見路士, 拜託你除了一塊布去吧 還有, 剛才雲青姑娘 我們弄得不動 拜託你說句話吧 就這樣就走下去 你知道嗎? 那袋營火蟲 我們已經捉了一整晚了 是, 還有最差的 你有沒有當我是你的徒弟 剛才叫我扮魔少爺襲擊他 你留手也不留下 你們兩個說完了嗎? 那是嘛 又是你說要犯什麼被動為主動 要現真身給雲青姑娘看看 沒錯, 我是要露出本來的面目 不過不是今晚 搞這麼多事 不是打算只是搞個氣氛嗎? 人家沒有信心而已 你們兩個說得不明白 我要的是令人不身難忘的情景 動人的畫面 絲絲入扣的情趣 和細水長流的感情 那…那是什麼? 小徒弟 畫公仔就不用畫得出場 男女的感情就像無淚漢花那樣 猜猜猜猜的才是用緊的 猜猜猜猜 你什麼都沒說, 叫人怎麼猜 是你笨的 我已經給她了很大的提示 完全不夠提示 極目遠望, 良人在眼前 那是什麼意思? 這兩句話頭兩個字是什麼? 極良 這是賭罪法 極良者, 良極也 良人者, 發良極也 你挺強勁的, 范師父 你們層次低, 說得不明白了 雲青姑娘就不一樣了 慰則難心 相信她現在已經心中有數了 極目遠望, 只有七刻一片 良人在眼前 到底有什麼玄機? 極良人在眼前 范大哥平日為人刁鑽 想不到說起兒女私情 有這麼多鬼主要 我也想不到一個這麼奇怪的人 竟然會想過這麼認真的姑娘 我也想不到你跟她玩一份吧 可能我也是個古怪的人 果然還在京城 據憑尼圖兒多日的觀察 不僅李赤薇是藏身在車輪浦 日常出入的人 看表面上就是馬車車夫 實際上是身懷武功的摩斯謠人 以為躲在車輪浦就可以掩人耳目 這些謠人實在太天真了 他們潛伏中原這麼多年 憑尼肯定類似這種秘密的巢園 一定多不勝數 現在正道八派已經集結京城 正好由師太領導八派 維持摩斯宮的巢園 憑尼不敢肯定 旁班是不是藏身在車輪浦 謀言行事只怕會打草驚蛇 憑尼認為 應該先派探子 進來調查清楚 師太實在太過慮了 經過豪天塔一役 摩斯宮已經元氣大傷 加上旁班和浪大俠一戰受傷 相信還沒復原 現在不成城最極 更待何事呢 況且以師太的武功 加上正道八派的力量 朕相信 一定可以將摩斯宮的殘餘勢力剷除 是 葉統領, 肅客在 來帶領一班漁船示威 協助師太和指揮武林同道 一同突擊車輪浦 肅客在明 中文字幕提供 開門 按斷 動作 帶領文字幕提供 動作 Groß 可惜你一直鍾薏 今天也要來一個了段 是你? 你竟然和唐派一訪 立刻和我回慈航政宰 唐斌, 你今天怎麼跑不掉了 凡理, 你可以難倒我嗎 即使本座有傷在身 應付你們仍然滑滑有餘 抓住唐斌 就在我面前進 為你一個 用梱子 要跑到前面 要跑到 嬌地 我的縱下 嘶 ń 封 有 匠 余 你們 我今天就要替赤前輩報仇 我也替我師父報仇 就替你 他被落後蠟蟲蟲受了雷尚 功力比以前大大救援 好, 我們就一起拿他救命 救命 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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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著 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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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受重傷 想要跌下去必死無法 你們好清楚門禎正派 根本就是以多欺少 好, 如果是真英雄 為甚麼不擔心獨鬥 你也知道旁班被洛開紋打傷 就以成人之危 這樣算甚麼用佔派所為 被這些視為敵人 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真正要我投棄你們 混帳, 你黑白不分, 顛倒是非 你寧維師太失望了 師姐, 你醒一醒吧 旁班已經死了 旁班死了 我九會人生也沒意思 師姐, 你在說甚麼 你們眼中的魔頭在我眼中 是我一生的罪愛 兵民, 為甚麼到現在你還不醒呢 怪, 只是怪你當年派我摩斯宮 給我機會看清楚 甚麼是正, 甚麼是邪 我一天是摩斯宮的人 這輩子都是 我已經沒機會回頭了 師父, 你就當沒收過我這個徒弟 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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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摩斯宮復之, 大家功不可沒 從今天開始 朕將八大門派封為八大國派 至於雌雄靜齋 一向以江山社跡為己有 朕封為天下第一派 謝皇上, 可惜師父他有事在身 未能親自向皇上謝恩 不要緊 朕知道原師太一向都不無虛名 不過與雌雄靜齋 在江湖上得高望重 朕相信天下第一派 是實至名貴, 當之無愧 皇上過長 韓柏, 這次旁班是你親手出散的 你的功勞最大 朕封你為伏摩將軍 將軍 以後你用心好好的 繼續為朝廷立功 朕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阿慧, 遵旨 姑姑娘, 很感謝你為我療傷 我的傷勢已經有七七八八了 一天沒見到你的傷勢 完全康復 我也不放心離開 姑姑娘, 我並沒有下族下令的意思 不過你離開了傷勢府這麼久 我怕你娘擔憂 朕大, 不用說我擔憂 你別客氣就對了 幫主 好消息 甚麼好消息 京城來的消息 說八大門派和慈禪靜齋 已經倒破了摩斯宮 旁班被殺了 旁班被殺, 整件事是怎麼樣 詳細的情況我都不清楚 我只知道旁班當日被朝廷示威 八大門派和慈禪靜齋圍攻 最後韓柏出手 將旁班打到萬丈深淵 韓柏 師傅, 不要太難過了 師傅, 不要太難過了 兵魂一向都是我認為最優秀的弟子 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會對他偉以重任 被他混入魔宮 想不到他會受旁班的荼毒 正邪不分 竟然還要為這個魔頭信情 我真是後悔 當年我有一個決定 就是毀了冰雲的一生 令他一失足成千古恨 師傅不要內疚 師姐她並不是無知小孩 她應該有自己的想法 她應該為所做的事承擔 不能怪任何人 要怪就怪她自己用情太深 盲目地愛上一個魔頭 愛上一個不應該愛的人 為師知道對她來說 要陷破情關, 談何用意 兵魂已經走了 為師就只有你一個最出色的徒弟 為師希望你千萬不要 重蹈你師姐的服辭 師傅,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報師姐後塵 為師對你也很有信心 此行政齋 為師準備交託給你執著 師傅, 將來學得何能 為師也明白 要你在這麼短時間 接受這麼重大的委託 一點也不容易 所以為師不會強迫你 一切都會以你的意願為師 尊重你 教育成功 還要意識人 尊重我 因為你跟我的有人 寶貝 你有沒有多分 可以讓我示範 你怎麼這麼說呢? 我覺得我比誰都幸福 我相信我沒看錯人, 也沒選擇錯 可能我們覺得兵為可憐 只是我們的想法 對他來說, 可以為自己心愛的人 起床或是最大的幸福 但是這個代價明明太大了 那你師父想傳遺給你 你打算怎麼樣? 師父對我恩重如山 不過要報答這份心恩 也不一定要接任掌門的 我對師父有心 也一樣可以為師門做事的 你可為了我放棄掌門之位? 我很清楚自己的選擇 我不會後悔 好, 走 外面的情況怎麼樣? 賢義適合他們 相信我和兵雲已經死了嗎? 天下的人都以為你們 已經當壞而死了 他們還以為已經打擊到摩斯宮 令到摩斯宮 遲早會在江湖絕跡 這就太好了 這招就是漢人 所謂的置諸死地而後生 只要他們放鬆防範 對我們復辟的大計 大有幫助 風大哥, 以後的事就靠你了 我明白 其實你師父和李仙妹 為了你的死都很傷心無難過 他們不是很鄙視我的嗎? 我為了他們口中的魔頭 殉情自殺 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你師父不是這麼無情的人 至於李仙妹 更當你是親姐姐 對你不會有任何比試 無論如何 我的死對於你和夢兒來說 應該是一件好事 對你來說, 我尚未 起碼從現在開始 我可以和他在這裡享受一段寧靜的日子 雖然我知道在心目中 各家民族才是第一位 而我… 只要能在他身邊默默支持他 我已經很滿足 看來夢兒很了解你 我開始覺得 其實你和夢兒是同一類人 哪類人 可以為愛情犧牲一切 奉獻一切的人 那你豈不是值得慶幸 他問你出了甚麼事 他說我知道 李師父有意爭罪末次遺傳給他 那我明白了 他一定為了你決定放棄 你放心 夢兒唯有犧牲那麼多 我一定不會辜負他 夢兒可以為了你犧牲那麼多 那你呢?你又怎麼樣 難道你可以為了他 放棄復郭大義嗎? 誰命我心裡 此刻的思緒 獨貴愛酒醉 仇恨中過去 醉或山 都不可原對 為何命運換我共睡 仍舊要說句 如虎亂寄句 難得可以去愛 既珍惜你在 哪句日後寂寞過未來 如此分開 是非抑壓著愛 冷漠回頭來 無意外 怎麼這麼多 能夠重淡 別 還能夠重淡 越來越寄泛 大便是江湖 雖然十端 大便是江湖 有三節優 無色之心 大便是江湖 大便是蠻eled行 除非抑壓著海外 其女人 要祝我夢境 靈天震怒 代價太高 修興岸刀上 無奈各輩賦了 哪不見立場 盡了千輩了恩義 幾是男兒 絕對未退讓 從遍世代 無一套兵器 一法朝霍 已驚天氣 情我已不日寫戲 紅眼舊夢化不准 劍場離開 好, 請 各位今天為朝廷立了大功 凡事得回各派聖民 實在可喜可賀 好, 這一杯很慶祝大家 王爺請 請手 說到底這次功勞最大的 應該是韓小俠 應該叫韓將軍才對 韓小俠真是年少英雄 甚麼事 甚麼事 根本皇上賞息 封為伏波將軍 真是令人佩服 是… 不知道, 小俠 不稱得上英雄, 只是壯彩 爹, 怎麼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親眼見到 是阿柏打旁班下山崖的 旁班受傷在先 他是適逢其會的 曲將軍 我真是竭盡所能 去打旁班為赤前輩報仇 你可不可以公道一點 畢竟我也是將軍 你不要小看我, 行不行 將軍? 你這個將軍是騙你的 你甚麼出身 你自己想清楚吧 我覺得我出身沒有失禮 兩位, 能夠消滅旁班 始終有一件大法人生的事 何必爭拗呢 別再吵了 你怎麼可以跟徐將軍這樣說話 將軍, 希望你大人有大力 好, 不要怪他 何兄弟 以往今天為大家高興 我們應該舉杯同飲 今天兩位同衛將軍 很應該和聰共濟, 為朝廷效力 以前的事就看在本王面上 算了 這一杯本王敬兩位的 是呀, 乾杯… 乾杯 各位, 不好意思 我還是回去跟師妹一起坐 極望遠望, 良人在眼前 你真是...你怎麼落井下石呢 你是不是二個不夠煩呢 算了, 那我只剩下一個小褲子 不過這倒是呀 文青姑娘這次走了 不知道甚麼時候回來 真是呀, 上次我們這麼努力幫你 你又爭氣了 是呀, 她沒理由這麼笨 我已經給了很大的提示了 難道我含蓄得齊? 但我的人是這樣的嘛 難道要我說得出口那麼怒骨呢 你就是衰太過含蓄 對呀, 這些關乎你的終身幸福 你自己也不說, 我們怎麼幫呢 你們覺得我應該坦白一點嗎 好…這次我決定揭開我面紗 以真面目相見 在她面前再做一次英雄 甚麼玩?不是吧?又再玩一次英雄救美 有甚麼不行 你是覺得我的樣子不像英雄呢 還是覺得她的方法太夠呢? 兩樣都是 那你有甚麼好方法 是 那條方法比較舊 但是方法有效嘛 如果沒有效的話 怎麼會被人用得這麼夠呢 那你又有道理 就算是用, 也加點變化 多花一點心思 你說得對 徒弟仔, 你這次不用扮摩斯公的人了 對我這麼好, 扮財花宅 不是吧 是呀, 扮財花宅 你這麼大反應幹甚麼 不是吧 你打算叫她去調戲雲青姑娘 然後你已經不夠了沒有 雲青姑娘不可以調戲 我是叫她在雲青姑娘面前調戲你 她 我?你說甚麼 一家便宜兩家雀 反正你倆都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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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再說 我警告你, 不要再說 還有, 我不會做這種事 你們倆都不明白我心思 有人做彩花賊, 當然有朵花 那花有甚麼知識嘛 我就找你了 我說你也傻的 你別人調戲 是黃花閨女也不肯 是呀, 黃花閨女不肯 不是黃花閨女就肯的了 你又想怎麼樣 這個世界上 最多殘花敗柳的是哪兒呢 妓院 不錯, 妓院就是妓院 我真是不明白你 為甚麼要跟過來才行 我們兩個來就行了 你趁熱鬧吧, 這麼刺激, 這麼好玩 你當然要跟過來 做別人採的花更刺激好玩 你又不用 如果你肯我們就不用做那麼多事 你說甚麼 那又怎麼會 不一樣 一會兒我們 別走 你縮沙 對了, 我始終覺得 騙人不太好 騙人?騙誰呢 請你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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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你看看他們兩個 他有同意心 去吧… 你過來吧 你來吧 騙你客官 平橋 你來吧 我怎麼站在這裡呢 黃長孫, 有何吩咐 那邊那個是否最近王爺在身邊的大雄人 剛封了伏摩大將軍的韓客 你進去吧… 會黃長孫, 正視韓白 想不到他這麼風流 你進去吧… 不過更想不到 這麼下三樓的地方 他也看得上去 你進去吧… 抓他去… 令統領 你跟本公過去轉告韓將軍 說本公想請他去京城最出名的春風流一罪 是, 黃長孫 走吧… 走… 你走… 偷來偷去幹甚麼 站在那邊做奇奇 待會兒臉都紅了, 走吧… 你們兩個走開 令大人 韓將軍 我們黃長孫想請三位到春風流一陣 雙請不如偶遇 今晚難得見到韓將軍 來, 這一杯本公先敬將軍 我們去喝杯 好 韓將軍勇武個人, 膽識超裙 朱殺旁班一役 真是叫人眼前一亮 來, 這一杯本公誠意祝你 今後平暴清雲, 功分蓋世 好, 又喝杯 好 王長孫, 韓白只不過是一個粗人 不用客氣的 是, 正所謂英雄莫問出處 其實眾所周知 我王爺爺在未登位之前 何嘗不是出身草忘何美 是的… 賓國王長孫 屬下英照吩咐 出秦華河一帶 最出名的歌旗大道 參見王長孫 寶貝 還不快帶我們去服侍韓將軍 是 是 來, 我送送給你 好吃 謝謝 全部給我出去 這杯來喝 不過喝之前呢 我教你怎麼喝酒 劣酒是二號喝 美酒應該慢慢淺上 你喝一杯一杯, 再喝一杯 你是誰服侍韓將軍醉堂貼的 你喝的, 玫瑩全都給我 好 你們喝酒 我喝酒 你喝酒 你喝酒 讓我喝酒 你喝酒 我喝酒 你喝酒 我喝酒 阿姨, 識字頭上一把刀 石榴群是亂葬江的將軍 你關什麼事? 王長孫今晚招待的聖程 我們實在是心靈 算我失陪先, 失陪 我失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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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長孫, 我差點忘記了 明早早有要事要辦 差點誤過大事, 我也告辭了 你這個號色姬徒 你真是死性不改 真的很痛 看你裡面幹甚麼 很痛 你打包, 真是 我只是受赤前輩的功力影響 我不想 我知道我剛才是不對 但我真是無辜 其實那些只是寄院姑娘 逢長作慶, 你又生氣甚麼呢 我問心一句, 你是不是妒忌了 我…我甚麼妒忌 一個女人妒忌一個男人 還要不承認呢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喜歡了一個男人 你說甚麼, 范良極 我哪有喜歡人 你瘋了 師父, 你說甚麼女人喜歡男人 你別問我問題 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緊不緊張她怎麼看你 而我竟然告訴我 你們已經互相喜歡對方了 不過大家又不肯承認 不是吧 你不認真是當我神經病 我怎麼會喜歡她, 荒謬 你老人嚇你 你不認真是 我們要請你 插手 生肩半夜,有什麼企圖? 沒有企圖,沒有 你這個喝茶,你想試肉偷香嗎? 哪有呢?我打算找阿爺聊天 失陪 你這麼晚幹什麼? 許將軍,阿柏 這麼晚了,發生什麼事? 我打算找爺爺聊天,怎麼知道… 聊天?我女兒是黃化貴女 生金褲子在這兒偷偷摸摸 穿成這樣,吃鵝體筒 那女兒是你不對的 找人聊天,堂堂正正推進去 什麼? 對了,將軍,我想一場誤會 韓伯都不請我無恥之徒 知人口面不知心 別說你小人知心當我君子之父 好,以人小句,家仇不出外傳 什麼家仇? 什麼家仇? 許將軍,對不起,是我說錯話 不如大事發小,沒事,大家回去吧 王爺,這件事不可以就這樣算 我希望你做個公道 別以為做了什麼將軍 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們將軍府不可以留你這樣的人 請叫我搬吧 搬就搬,每次都是這樣,我們走 半夜三更搬去哪裡? 睡著今晚才算吧 你喜歡來這裡睡,你去睡吧,我走 小子 你們兩個客官 你們的房間 什麼?這間叫上等房間嗎? 真是太不像樣了,怎麼住人了 兩位,你們三間每夜來投賺 有間房間給你們住已經算幸運了 你今天這個服務態度真的不行 你知不知道這位是將軍 是 他的意思是我姓張,叫君賴 是 兩位沒有其他吩咐的,我先出去了 你什麼時候學得像我那麼機警 免得被人問長問短 學得像我這麼心思熟慮 對了,什麼都你教了 學問博咀,蠢姑娘 蠢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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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想不到赤前輩的功力 竟然為韓兄弟你帶來這麼多麻煩 老實說,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這是藉口 我想是否可以用心法 幫你控制一下你體內的耐力 真的嗎? 那就好了,也不用被人叫淫賊 我這個徒弟仔一輩子救命,恩和得福 爹,你怎麼還不明白 阿柏因為功力失控 才會把持不定,是情有可原的 你還跟他說話 你跟王爺有婚約在身 他應該是被嫌疑 而你也要檢點一下 爹,你說甚麼?我哪有不檢點 你們倆整天眉來眼去,這可不對 根本不可理喻,你根本不疼我 玉姨 張芬,我想你今天真的不會 不會?王爺,你別忘記 玉姨是你未過門的妻子 為甚麼你不可以緊張嗎? 我當然是緊張嫌疑 那倒是 但是你可以看著那種寒白 你過慮了 我始終相信 韓伯和爺爺是清清白白 我更加相信 爺爺是一個有婚傳的女孩子 但是我不放心 你已經把韓伯趕走了 我跟他非親非故 難道養他一輩子嗎 你把韓伯趕走了 我只是怕你來跟富豪交代 這層我沒想過 不要緊 明天早上朝 我求皇上侍他在座府大安居 那就解決問題了 韓將軍… 恭喜… 恭喜韓將軍得到皇上的恩賜 皇上恩賜你 可以在京城中任意拿一塊福地 興建府帝 由此可見 皇上對韓將軍格外恩寵 真是令人欣善不顧 虎壇過獎了 其實有人不想我去府中督眼督鼻 所以才跟皇上對張骨主意 好, 告辭 好 韓將軍, 興建府帝須事 如果你還沒找到 合適而方便下腳的地方 又不願意操留的話 不妨先行搬到庇府洩住一派 老夫樂意為你打點安排 胡大人有心 韓伯只是個粗人 不習慣高床亂執 我住客身就行了 我住客身就行了 月兒 你還生氣阿爹 你還顧著韓柏 不怕告訴你 從今天開始韓柏以後 我不會再來見你 爹, 你說甚麼 我已經就請皇上請皇上恩准 遲韓把在京城 令起府邸案居 以後他沒有藉口 再來我們將軍府黏食黏住 爹, 你是不是趕走他 你益了他, 有一間大屋 誰要跟我玩呢 爹, 我恨死你 爹也是為你好 去長官, 夜月 王爺, 你真是來得對 我寶貝女兒說悶 不如你帶他出去散散心吧 好呀, 又要這幾天都沒出去 不如我跟他出去走走 也好 好, 走 好, 走 好, 走 快哭 坦白, 放你 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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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哭 快哭 快哭 舔子 快哭 好, 快哭 你有沒有受傷? 我沒事 你的手流血了, 你沒事? 沒事, 小事而已, 我們回去吧 你的手還痛不痛? 我想很快就好了 多進去吧 徐姑娘, 為甚麼你... 你來找阿柏, 又來 阿騫騫, 一天都說了 終於有人來拯救這塊悶悶不樂的木頭 我真不明白, 為甚麼你這麼好人緣 就連皇上也對你零眼相看 可是你和我爹就像前世混亂骨頭那樣 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 不過我明白 佳恩你爹自以為是, 食古不法 萬不講理, 簡直是頑固自極 做人有點魚條 你也不對 好色沒路, 衝動又牛頸又不懂得做人 我做人很公道, 這叫各打五十大板 據我說, 你最不對 你卑鄙又無恥又多厚 好, 不如你再說另一個話題 不如讓我說個公道的話 其實也是因為赤前輩的功力 所以他才會弄成這樣 你不需要過分自責 但我已經用心法替他控制體內的耐力 他應該會比較好 真的嗎?那就好, 以後也不用怕跟你在一起了 我這麼不怕, 你就大棍大棍打了 以後就少了個人給我看春宮圖了 還打算看嗎? 陳姑娘, 雲青姑娘, 你要走了嗎? 我是特意來向你辭行的 你真是有我心 你要好好保重我們後會有期 你也保重 兩位, 我們再見 再見 再見 兩位? 是呀 小姐, 給你吃一個大棍給我吃 分你? 幹甚麼? 吟然燒雲者, 為便宜耀 小子, 雲青姑娘只是走了一天 又弄成這樣, 出來心開心一點 徒弟, 我沒有不開心, 我很開心 是呀, 弟弟 為甚麼他會這樣對我 兩位, 今天又來了很多新書 過來萬丹看 我罵你 甚麼事呀, 大爺… 你呀, 是你像我這樣 你是不是奸雙 甚麼事呀, 大爺 你師徒不知離子 專門辦完你們雙風敗宗的刊物 殘害我這些豪俠軍子 荼毒這些青年學子 雙風敗宗, 弄得道德倫敦 還要真不老 這種人簡直是最大的惡劑 最無可恕 人家的恥辱, 人世間的家序 他是不是受了甚麼刺激 失戀嘛 失戀而已, 有甚麼大不了 不用拆我當他吧 不要 先打住 失戀的確大件事 失戀真是大事 小小子, 說一句話吧 沒話要說 那你就別胡思亂想了 我也沒胡思亂想 要我跟他出去逛逛了 你是不是想我燒了這條街 真是大事 其實現在呢, 我也有點羨慕你 羨慕我甚麼 你有秦姑娘幫你 你又不用胡思亂想 又不會胡思亂想 你看看我現在 要不就這樣 我請你出去大吃大吃一頓 沒胃口 喝花酒吧 走入愁賊, 愁更濕 那我不妨你了, 你就冷靜一下吧 死人寒柏, 想不到死情不改 死人寒柏 小姐, 你幹甚麼 我沒事 沒事, 又拿著一支棍子的 多事 外面風大, 小心冷傷 小心 有個自由 這些已經有信心 不然 您是藥所謂的 少爺嗎 福麗 好, 心裡 請走 我出心啊, 請客描 愛酒醉, 守恨了你 愛酒醉, 守恨了你 悔悔, 心取無人 我愿对 为何命运换我共随 仍够要说句 如忽乱计句 难得可以去爱 既珍惜你在 哪句日后寂寞过未来 如此分开 是非抑郁着爱 冷漠回头来无意外 情千枕不爱 谁忘掉这真心既在 无畏在 延续铭记那心同爱 没有相同情 家于今世 可有从世离 让我可遗忘一切 是怕情深爱珍藝 在瞬间循环 因喜感慨 歌声重消散 愿尽也记挂 声风相消沙间 相识已晚 从今可以去爱 想终开障碍 注定寂寞伴上看未来 何必分开 若非讨厌悲哀 美梦从头来才意爱 难舍重碎在 齐忘掉这悲伤记载 遗憾爱 无奈变作醉心同爱 莫在将同情 家于今世 是哭入从世离 让我可遗忘一切 是怕情深爱珍藝 在瞬间循环 因喜感慨 歌声重消散 愿尽也记挂 声风相消沙间 是你相同情 家促相识 追心的分离 无法只遗忘一切 誓要静神爱珍藝 在瞬间尚还 妻妻感慨 醉意中消散 明月朝半晚 心孤单转眼间 终于回惯 不停止 尼蝴, 你今天不用这么闷了 有客人来了 真的? 黃大俠 黃大俠 怎麼這麼大聲?失禮, 郎大俠 郎大俠, 谷姑娘 王爺… 坐… 對了, 郎大俠 你不是在陸家幫養傷嗎? 怎麼你們來這裡? 對了, 郎大俠 你的傷勢怎麼樣? 謝謝大家關心 我的傷勢 多虧谷姑娘在這段日子裡 悉心治理, 已經差不多了 我這次來是想了解一下 旁班被殺的經過指紋 這樣就真可惜了, 你們太遲了 為甚麼? 是這樣的, 其實整個過程最清楚的 除了秦姑娘和風大哥之外 就只有韓柏一個 只可惜... 阿柏已經被爹趕走了 我們也聽說過 旁班是被韓兄弟親手帶重傷 掉下懸崖的 我就是陰差陽錯, 機緣巧合 時勢做英雄而已 他的武功可以殺死旁班嗎? 可是當時的情形 在座各位都無緣親眼目睹 可是根據當時在場的秦姑娘 風兄和八派長門人所說 最後向旁班出手一擊 以警傳攻的, 的確是韓柏 這一點是無容置疑的 那旁班墮崖之後 有沒有人再親眼見過他私生? 浪大是不是懷疑旁班還沒死? 我還懷疑旁班旁有陰莫 所以我想盡快見到韓柏 究竟韓兄弟現在在哪裡呢? 你們真的很想見到他嗎? 爺爺, 你知道嗎? 在這裡, 浪大 在這裡, 掉了下去, 還會有命嗎? 浪大俠, 你是不是懷疑旁班沒死? 我這個直覺 覺得整件事發生得太順暢了 小蝦…你怎麼樣? 看你的毛色這麼漂亮 又沒有黑眼圈, 昨晚一定睡得很好 你就好了, 人家整晚都哭哭的 睡也睡不著 這天最壞都是那個韓伯 不過說你也不明白了 二月 二月哥哥 這麼早來買舅仔小蝦 想騎馬, 早就陪你 不用了, 我最近練劍 練得腰腰這麼累 我只不過來看看小蝦 對了, 有些事我想問問你 甚麼? 就是這樣, 我是幫朋友問的 通常男女之間的事 多數都是男人做主動的 那如果這次反過來是個女人做主動 你覺得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嚇走了個男人 怎麼會呢? 一個女人為了自己的意中人 可以放下尊嚴向她表白 本皇回去欣賞她 夠爽朗、有膽性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不會太大膽 又或是沒有了矜持嗎 為了自己心愛的人 不顧世俗眼光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這樣發現了女人更與別不同 其實兩個人只要情投意後 又何須理會是誰主動 又是嗎? 為甚麼不開心 沒有, 幫到朋友就開心了 對, 我馬上去告訴她 為甚麼呢? 你又沒有病了 為甚麼在這裡發呆頭 是不是有心事? 有心事就告訴我 我最少幫人排難解婚了 哪有心事?是冥想而已 雙目無神, 你三魂不見得七魄 那怎麼叫冥想? 你不出去曬太陽 你的頭就把靈芝吐出來 出去練功, 順便回暈吧 那就對了, 我想認識靈芝 那吃靈芝自己出去摘吧 我要面一面 不要妨礙跟周公下棋 還有, 回來的時候 幫我買一隻燒雞, 買些女兒孔 想不想我跟她洗澡了? 怎麼逼人出去 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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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目於望, 良人在眼前 雲青, 你何時才明白我十二 阿姨 話說當時浪翻雲大俠 手撿著那把翻雲刀 廢刀就把大魔頭蓬斑在那裡 真厲害 不出三招 這個大魔頭蓬斑 就已經被打到五六七傷了 怎麼也想不到這個大魔頭 他居然為了保住狗命 放出毒粉 浪大俠就是浪大俠 當時他一手就搬開毒粉 嚴重一種 他就發了三枝飛鏢花 厲害了 就把我打到七天七天 不分勝負 大魔頭真是大魔頭 繼續就洗出茅招 不管這麼多了 火球 三枝飛鏢花 一大小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想看那些就經常看得到 想看那些就拍也沒有 很漂亮 好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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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日和你雞丁 現在好日都不見了 真好 傻瓜 我現在就坐著跟你在看螢火蟲 你看看 螢火蟲飛得這麼高 牠們不會的嗎 牠們就知道你在看牠 所以飛高一點便給你看 如果我也有隻翼就好了 你爹經常說你有沒有翼? 我只是不懂飛 你笑我嗎? 你只是好 如果有雙翼真的走不客氣 是呀 第一個就客車來 是呀 小主 小主 封小主 你回來了 程尚大人 你也在這裡 謝謝你借出府內的地方給我們 不用客氣 這麼多年來 我和你們宗子共同進退 今天公子你又何必跟我分彼此 是呀 對了, 大人 我知道你在京城二目眾多 不知道最近有甚麼消息 最近浪花雲到了京城 你曾我知道 我還跟牠見過面 牠來的目的是 牠懷疑你還沒死 想查探一下 不過你放心 牠暫時還沒看出有甚麼破綻 其實這一點我並不覺得意外 我早就猜到 這次我們的安排 就算可以門天過海 騙進天下的人 始終沒那麼容易騙到浪花雲 我怕牠早晚會看穿我們的秘密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不如我們來一招借刀殺人 朱元璋本來一直對浪花雲是視為忌憚 不如我們利用一下朱元璋的差跡之心 借他的刀來對付浪花雲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